隐含?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去做什么任务的? 另一名身材有些矮小的手冲甲师突然上前一步,仔细地打量起六名来。 啊,在下是近些年前败入幽闭大人麾下的,之后便一直外出执行任务,故人阁下可能没见过在下。 柳鸣心中一动,但表面却丝毫一色未露,平静地回到。 接着他单手一个翻转,将之前从那名幽族壮汉手中取得的身份令牌呈了上去, 同时刻意露出了腰间的鼓鼓囊囊的灰色布袋。 哦,这就难怪了,既然如此,你们就进去吧。 身材矮小的手乘甲师,盯着身份令牌看了几眼后, 又将目光从柳鸣腰间的两个低阶驱轨带上一扫而过, 脸色才缓和了几分,并将身份令牌还给二人,便将二人放行了。 离开城门附近之后,柳鸣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自己以幽族的身份想要进入此城,恐怕便没有这么容易了。 柳鸣进入城后,立刻就发现城内宽敞通道竟有几分冷清, 高矮不一的各式建筑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两侧, 而前方城池的中央处隐约可见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堡, 城堡之上插着一面旗帜,印有冷月两个大字。 柳鸣并没有觉得奇怪, 因为他在来时的路上已经有意无意地向着图坤打听了一些城中的情况。 知道这城中的幽族大多在外执行任务, 其余的幽族大多寄居在城中的东北角, 一个类似于访式的存在。 接下来的时间他并没有直接前往访式, 而是借故别过了图坤后, 挑选了冷月城边缘处, 一处较为冷屁的小客栈落脚。 第二天中午,客栈房间的密室当中, 柳鸣正盘系而坐, 一脸欣喜地看着手中一张黄色纸皮的地图。 这是一张冷月城以及四周情况的地图, 是他在今早的访式用一颗夏品的名石换来的。 根据地图所示, 冷月城在这片被称为幽水域的地方, 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等势力而已。 像冷月城这样的势力, 在这幽域就有数百个之多, 但这区域中数百个势力都臣服于碧幽城, 也就是这区域的幽族主城。 碧幽城的城主, 幽王碧幽, 是目前幽族九大通玄大能之一, 神通深不可测, 而这幽水域正是九幽冥界九大幽域当中, 明河分布最多的一域, 这让柳明大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九幽冥界实在太大, 九大幽域中的任何一个也是广阔无影。 而且除了城池以外, 幽域之间还布满了许多凶险无比的地方, 有一些地图上标示的危险之处, 即便是一些天象镜的城主也不敢轻易进入。 当他在仔细地查阅了一番地图后, 又双眉紧皱起来。 因为从地图上来看, 即便是最近明河的位置, 距离其现在所在的冷月城仍然是极远。 以其现在的实力, 靠自己的力量达到那里, 光是只靠飞行的话, 就只要大半年的时间了。 且根据地图标识, 达到该处中间就要经过数个U水域有名的凶险之地。 这些凶险之处, 只有一些强大U组才有办法顺利通过。 以它目前的实力, 单枪匹马想要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柳明思量许久后, 最终决定暂时待在冷月城内, 等彻底了解九幽冥界和幽族后, 再找机会离开, 并提前准备一些在此界生存必须的东西。 距离冷月城外, 百余里之处, 一座看起来很平静的小山谷。 此山占地有母绪大小, 阴明之气相比较其他地方来说有些稀薄。 整座山, 除了几根光秃秃的灰白色树杆之外, 就是一块块临寻的岩石, 实在是四处可见普通的荒山的模样。 此时, 一黑一蓝两道顿光从远处积出而至。 黑色顿光之中, 是一名面无血色的大汉, 正是柳明所假扮的幽族修士, 隐寒。 在其身旁一道蓝色顿光之中, 却是一名浓妆艳抹的紫发女子, 同样面色灰白, 却是柳明最新结实的一名幽族女子, 幽兰。 在冷月城的这一个多月之中, 柳明几乎逛遍了整座冷月城仿石中的所有店铺, 但收获并不大, 仅仅是对幽族的一些材料, 与靠烟气催动的名气有了些许了解, 而关于鸣鼓爵的消息却根本无从知晓。 于是他便开始利用自己隐含的身份, 去结交一些同等实力的幽族强者, 通过这些人打探自己所需要的情报。 但令柳明有些失望的是, 尽管短短十余天的功夫, 他就结交了数位修为在化经后期, 乃至真丹出席的幽族, 但这些幽族中所能打探到的消息却是少之又少。 不过好在, 其中就名叫做幽兰的女子, 正好知道冷月城附近, 一处私密交换场所, 前几天更是传出风声, 此次交换会上, 会有领明想要的凝炼重水的法觉出现, 因此二人便相约前往交换会, 希望能有所斩获。 尹寒兄, 我们这就到了。 二人围绕着几根光秃秃的灰白色树干后, 在山腰一处的一块巨石旁停下了脚步。 柳明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凭借他强大的神石, 早已经远远地将此处仔细地检查过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此处有什么禁止啊。 就在柳明略带疑惑之际, 幽兰已经出现在了那块巨石旁, 有节奏地在巨石上连续敲击了树下。 轰的一阵颤动之音, 巨石缓缓地移开,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尹寒兄, 我们走吧。 幽兰上前几步, 朝洞中张望了几眼, 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后, 就回头冲柳明大声招呼道。 柳明文言朝起点了点头后, 就与其一同并肩走了进去。 芳一踏入洞中, 一条幽黑的长廊出现在柳明二人的身前。 一节节突突斜斜斜的灰色石梯, 蜿蜒向前, 一直通往整座山的山腹之处。 长廊两侧, 一块块黑色晶石闪动着淡淡的微光, 给此通道平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 不知是否是不是受到此地气氛的影响, 柳明和幽兰只是门头默默走路, 并没有在座交谈。 柳明边走, 边摸旋着右手拇指上的黑色弯纸, 心底反复掂量着自己如今的身家。 九幽冥界能流通的不是灵石, 而是明石。 他在恶鬼道的这段时间里击杀了不少鬼物, 虽然大部分被两只灵宠吞噬了以外, 有些化精, 甚至真丹的鬼物身上的材料 还是被留了下来。 这些大都可以作为此地炼制名气 以及丹药的材料。 他这些日子以来隔三差五地 出入冷月城仿式, 已将其中一些化精 以及以下的鬼物材料 分批换成了大约八千多的名石。 别小看这些名石, 在九幽冥界, 这已经是相当不菲的一笔财富了。 要知道, 此地的一些城主府颁布的任务, 根据其难度高低, 依次也只不过几十, 甚至数百名石不等的奖励。 上千名石奖励的任务, 或是花费时间颇长, 亦或是完成难度极高。 而诸如抓捕或者招募鬼物, 一只宁夜镜的鬼物, 也仅能换取十至二十枚名石而已。 不过, 若是能够抓捕或者招募到一定数量的新生幽族, 并且带回城池的话, 那最起码能够收获五颗中品名石的封赏, 若或是其中有资质好的, 还能另有赏赐。 如此一来, 难怪如忧寒等修为一般的幽族, 都对此趋之若鹜了。 除了这些名石以外, 柳鸣这次的班值内, 还留下了三件真丹镜鬼物身上的稀有材料, 以备不时之需。 分别是阴寿鬼霄的羽翅一对, 施燕狼的海果一具, 以及独木鬼王的灵木一颗。 根据这些日子在仿式旁敲侧击的了解, 这些真丹镜的鬼物材料, 价值还十分不菲的, 每一件都起码能够值50颗中品名石, 尤其是那施燕狼修为达到了真丹中期, 且海骨完整, 是炼制海骨傀儡的极佳主料。 此种海骨傀儡是九幽名界的一种特殊傀儡炼制方法, 虽说实力比生前会下降不少, 但盛哉岂不会如同鬼物那般临阵倒戈, 故而大受追捧。 思量间, 两人很快来到了蝉狼的尽头, 一个不大的尸门印入眼帘。 一名身穿灰色麻衣的枯瘦青年, 正面无表情地等在尸门口, 见柳鸣二人前来, 当即伸出了一条手臂, 拦住了两人。 幽兰见此二话不说地上前几步, 从绣中掏出两张暗淡无光的灰色青铁交于手中。 枯瘦青年接过灰铁扫过了一眼, 口中轻念了几句咒语, 旋即两枚灰色符文从两份青茧之上飞了起来, 并凭空一转下, 化为两团物团, 一闪地将柳鸣二人全笼罩其中。 柳鸣心中一动, 发现此灰色迷雾并不影响自己的视线, 放出神石一扫身旁的幽兰, 发现神石方一触及这些灰雾, 便被轻易地挡在了外面。 如此一来, 他倒已心中略松了一口气, 原先的顾虑进去了。 下一刻, 那名枯瘦青年一手推开了尸门, 同时伸出了一个手指, 并施移两人一个一个地进去。 眼含胸, 小妹就先行一步了。 幽兰向柳鸣说了一句后, 便身形一晃地进入其中。 柳鸣微微一笑, 也随后进入了石门后, 眼睛一亮, 一个二三十丈的方形大厅出现在了面前。 大厅有些昏暗, 里面有二三十张灰色石椅, 其中小半已经被人坐着。 这些幽族的人同样被灰色雾团包裹, 无法看出其真容来。 而在最前方, 则是一个足有二三丈长的长形低矮的石桌, 上面此刻空空如也。 柳鸣也不以为意, 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 静静等候起来。 随着石间的推移, 方形大厅中人越来越多, 原本的椅子已经被坐满了, 其余人也不在意地在四周的空隙站立等候着。 柳鸣扫了一眼, 整个大厅中已经有四五十人的样子了。 就在此时, 前方石桌前人影一闪, 一名长着三缕长驱的幽族老者现出身来, 一股若有若无的灵压一散而出。 真丹后起幽族, 柳鸣眉头一挑, 心中暗道。 说起来, 这孩儿骑进入九幽明界后, 见到的修为最高的幽族了。 初看之下, 除了面部皮肤有些灰白, 毫无血色外, 倒和人族老者没有什么两样。 小老儿是谁? 在场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不认识的。 在下也就不费口车做什么介绍了。 今天的交换会和往常一样, 由诸位自行地以物换物, 只要不出现不遵守规矩的事情即可。 按照惯例, 一旦交易成立, 我们会抽取百分之五的明示佣金。 诸位, 没有什么问题吧? 长驱老者方一站稳身行, 便立刻地开口说道, 此言已出, 厅堂中的众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 没有人有何疑议。 长驱老者见词, 微微点头, 清了清嗓子后, 又继续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开始吧。 老者两段言语后, 仅仅听了了不足一息功夫, 看来之前的询问, 仅仅是例行公事般的磕头话罢了。 说完后, 老者便微微地往左边退开了几步, 将中间的位置留了出来。 下一刻, 场中竟一片寂静起来, 柳明见词, 双目微微已眯, 但也并没有任何动作。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但见台上灰光一闪后, 就多出了一个浑身被雾琪包裹的人影。 其袖袍一扬, 手上黑光闪动间, 其面前的桌上便多出了一个干瘪的银色带子, 一株黑气缠绕的暗紫色灵妖。 柳明不认识那灵妖, 便将目光落在了那个银色带子上。 此物看起来倒和其之前所获的驱轨带有些相似, 不过却是精致了不少, 表面还闻上了密密麻麻的不知名的灵纹。 可以放置真丹恶鬼的高阶驱轨带一只, 千年火候的像烟草一株, 都只换名时, 驱轨带两千名时, 像烟草三千名时。 高阶驱轨带? 柳明文言心中一正, 就在其还在思量之间, 却有人出嫁了。 驱轨带我要了, 我出两千五, 那香烟草我出三千五。 转眼间, 此人拿出的两件物品, 价格是节节攀升啊, 最终那高阶驱轨带 以三千八百的名时价格 给人买下了, 而那香烟草更是拍出了 四千八名时的高价。 那人似乎对此价格还算满意, 交易完后, 便取出了一小袋名时, 抛给站在一旁的长须老者。 随后便自顾自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双头鸣犬一头, 甲丹七的修为, 如果培育得好的话, 极有希望突破真丹, 底价五千名时。 就在此人离开后, 另一名幽族便一闪身地出现在了石桌后, 单手一招地, 召唤出了一头大约帐须大小, 生有两颗头颅的 猙獰龟犬。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件接着一件的商品, 络绎不绝地被人拿了出来, 并纷纷拍出了 不菲的价格。 不过前面出现的东西看似不错, 对于柳鸣而言却并没有什么用。 正当柳鸣以为这次可能会空手而归的时候, 一个声音让其精神一振。 千宁化水绝, 可以将明河之水炼成重水的独门法绝, 低价, 一万名时。 却是一名被灰色雾气所包裹的高大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前方的石桌后, 翻手取出了一本看起来有些破烂的典籍, 如此说道。 然而此物出现后的情景和此前却大不相同了, 整个厅堂却安静无声, 竟然出现了冷场的样子。 这也难怪, 按照市价来说, 一万名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足够可以换取一件极品名气了, 而对于区区一门炼制法掘来说, 却实在是有些高了。 柳明长吸了一口气, 强行按捺住心中的兴奋之情。 感谢收听摩天记